我觉得姚老师 这个也这个 人生70才开始 今年71岁 前段时间我记得在2018年那个时候 他因为他跟这个姚文智 他那个时候就是站在所谓的 这个柯文哲对立面了 那跟柯文哲闹翻 当然是因为他太太 那时候在这个2014年 他服选柯文哲上了之后呢 他的太太进入了台北市政府 担任法治局长 那后来呢 这个闹翻了 闹得不愉快 结果呢 他太太就被 蔡英文提名为监察委员 那当然那个任期 比较短一点 因为他是 补提名的 那后来这个没有联任了 没有联任 那不过呢 这个姚老师 他后来在政坛 其实相对来讲 曝光率比较少一点近年了 这几年了 那近年比较明显的是 他在这个2018年 败选之后 他是 像民进党是垃圾啊 所以这个 这个画面很经典啊 这个画面很经典啊 而且是他在节目上 连讲两次啊 他说民进党是垃圾 垃圾不分蓝绿 这句话 大家都还印象深刻 那这个时间点 赖清德 这个叫不耻下问 愿意找一个批评你 民进党是垃圾的人 来做他的竞选总部主委 我相信 这就像以前 林非凡也曾经批评过民进党 后来变成民进党的副秘书长 对对 这我相信这个套路是一样的啦 就是 这个昨天哦 这个韦翰哥 黄韦翰 韦翰哥 他有写一篇他说 民进党有病逝感 而在也其他政党 很多人都没有病逝 什么叫病逝感 通常韦翰哥最喜欢讲就是 选举哦 你缺什么就要补什么 对 现在赖清德缺什么 缺非绿的票 他认为姚立民 可以来补这一块 让他的光谱 往中间移动 我认为赖清德最近的 调性就是说 除了我除了抗中 剩下我要把我的光谱 往中间移动 所以他讲的那句 虽然我听不懂 他说台湾有九成人支持 下架 共产党 我不知道 现在在架上的是共产党 现在在中华民国 架上的是共产党 你跟我的反应一模一样 你现在讲蔡英文是绿共吗 你在讲蔡英文是绿共吗 我觉得赖清德有时候讲话 我不知道他那个逻辑何在 但是 他的策略很清楚 抗中是第一 再来就是 他也知道 他那个四成五的困境 就是一旦蓝白合 一旦在野合作 他不是稳赢 就是说 只要今天在野阵营 或是说大偏 大力 那个叫选票大幅的气宝移动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稳赢的 那虽然他是摇领先没有错 但是他认为 他要奠定这个基础 第一个他要往中间移动 让更多中间偏绿能够回流 另外一个 他注意今天他说他找姚立民 他说他要击败 他可以帮我击败柯文哲 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群 他为什么不是说帮我胜选 正常讲你不会去直接讲一个 那个假想敌吧 你会说姚老师我请他来 会让我胜选 然后呢帮这个国家更伟大 你怎么会去挑一个人出来说 帮我击败谁 对 那让我想点一首歌叫击败人 你知道吗 那这首那个赖信哲 这个是有策略的 他现在变成说他的家长 你叫柯文哲 他在让柯文哲的团队 会有一种情绪 你看我们就是老二 即便最近 你要知道最近很多的 那个尤其是 吴梓嘉董事长的民调 都说柯文哲远远被猴有仪甩开了 对于民进党来讲 我们之前讲过了 他就是要猴跟柯 在平均的状态 对他最有利 不可以有任何一个人落对 他最近发现柯文哲如果往下掉 他就要拉柯 然后呢再打猴 就是这么简单 让你蓝白不合 这是民进党最重要的策略 所以他去特别点出一个柯文哲 来击败柯文哲 这件事情 他就是第一个 他要告诉你民众党 你是我的假想敌 让你觉得你才是第二名 柯文哲的知识 凝聚得更强 现在赖清德要跟我们对抗了 甚至你看像比如说 昨天晚上那个高雄的 这个大学的柯文哲的演讲 我认为柯文哲昨天的表现 其实是不及格 你觉得不及格 不及格 支持他的人听得很爽 但是 这个对中间年轻的选民来讲 对 对他没有概念的人来讲 会是一种排挤 可是 可是今天有一个情节逆转 就是那个提问的那个人 他是 陈其迈的竞选干部 那个是 那个等于是一个网军 或者说一个干部 一个侧翼 或者说一个就是绿营的种子部队 到现场去踢盘 踢管的 那如果今天这个身份出来 就有可能柯文哲的风向 就有可能带回来 好 那重点来了 我刚刚讲的 赖清德一直把柯文哲 抓在身边对打的时候 绿白变成对决的时候 蓝营要小心 蓝营还是要小心 那蓝营一旦有危机意识 所以最近都在讲什么侯涵配 或什么什么 那当蓝营也凝聚 好三股力量 通通各自凝聚的时候 谁最有力 又是赖清德最有力 赖清德 赖清德他们的团队 我跟你讲了 里面不要以为 今天姚立民是幌子 姚立民今天是来掩护邱逸人的 真正的脑是邱逸人 从民进党执政至今 只要执政脑就是邱逸人 包括蔡英文前 他在第一任 第一个任期的时候 他有一个什么执政 什么协调会议 决策协调会议 邱逸人在做 那时候邱逸人是什么 台日关系协会会长 为什么会要把他 特别请到这个桌上 邱逸人今天不管 民进党执政在野 他都扮演最重要的 那个战略 战略的那个角色 定定战略 现在是好不容易有一个新潮流 跟他同派系的人 要出来选总统 这是他们破除新潮流魔咒的 第一次的机会 他非常清楚要怎么操作 让这场选举能确保赖清德胜选 所以真正操盘 这个里面 其实很多都是派系 很多都是派系 比如说 为什么要一个总协调 因为我们要放一个政国会的 是 就是放一个政国会的 那为什么要一个后援会总会长 因为是小英之友会的 你注意看没有英系 所以要一个小英之友会 等于是小英嫡系 要一个英系的 那国政顾问团 郑立军 郑立军相对来讲 派系色彩没有那么明显 他就是这种专业主 那卓隆泰 潘孟安 这个都是属于赖清德的嫡系 都是跟赖非常好 所以 这整个团队加起来 最重要就是 还是以新潮流为主 可是姚立明是一个招牌 是要拿来 他对他来说 就是我要拿来 打柯文哲 或说挖柯文哲的墙角 而跟柯文哲的作对施杀 目的是要让 三分天下的大事更明确 所以洪廷怎么看 这是赖清德的计谋 包括他接受 节目专访的时候 提到了一旦未来执政的话 他会用人为财 他会团结在野 好感觉要抢菲律票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包括用姚立明 刚刚波基分析室 找姚老师是幌子 其实呢 他还是要 你知道 营造三分天下降局面 对他最有利 确实这是一石二鸟的一个策略 其实我们可以看很简单 就理论上来讲 赖清德从今年的二月开始 就再也没有人去挑战他了 过去大家都问说 你的两岸政策 跟蔡英文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比他多了台独的那一部分 你要怎么来说服国际 在这些问题上面 他后来都躲在什么 都躲在所谓的这个 在野联盟的这个纠葛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在登记前的 这两个礼拜 最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赖清德他是一个 很有什么 很有气势 很有气魄的 他应该要来宣布什么 他的副手是谁 可是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然后他也不讲 为什么他不讲 因为他不想要让 他的副手的问题 成为什么 成为选战被讨论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今年的二月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十一月初 赖清德永远在做一件事情 叫什么 叫做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博生亮 你们去检讨 存在感 你们去看在野人蒙 不要来看我 因为梅新闻 不要看他 对 不要看我 因为梅新闻就是好新闻 他不是担心自己被边缘 他完全不担心 他最希望的就是自己被边缘 因为他知道 他有很多东西是解释不来 也解释不通 他也不想谈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处心积虑的 不想要什么 不想要变成所谓的议题的焦点 因为他知道他有很多东西 他解释下去 或者是当他问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他的回答有可能会让他十分 甚至包括副手的选择 都有可能成为 这场选战里面的一个突破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今天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把所有竞选总部组织架构公布记者会 我们开了那么多年的总统大选 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这种 这总记者会 就是把我的竞选总部组织架构 来跟你讲一下 谁负责哪里 谁负责哪里 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这种事情了 所以完全就是为了谁 其实就是为了姚立民而已 那他为什么要讲姚立民 就像波及刚刚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他今天刚才讲说 我找姚立民是希望说 未来我在这个国家执政的道路上 对不对 会变得更顺遂 那在选举的过程之中 他能够帮我很多 可是他完全他直接去点 我找姚立民说 因为他可以让我打败柯文哲 那他为什么要去讲这一部分 或者是说最近民进党 为什么一直在打徐春莹跟柯文哲 这两个部分 很简单 两张牌 賴清德现在靠两张牌 有机会当选 第一张牌是什么 第一张牌叫做麻花卷牌 就是我一定要让你们变成麻花卷 不管怎么样 只要柯文哲的民调落 我就要开始拉你 然后让你变成 有没有 让你们两个卷在一起 卷到一个不行 第二张牌就是什么 第二张牌就回到他们最熟悉的牌 叫抗中保台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所谓陆沛 已经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 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已经有中华民国身份证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国家 是退回到以前 我们开始要走协同审查 就是说在他拿到身份证之前 他的协同 我们还要去做一次审查 不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今天只要有身份证 你就该给他 他该有的选举跟被选举权 如果他今天你对他的协同 或你对他的过去有疑虑 你大可可以不给他身份证 所以今天民进党 如果要来質疑这件事情 他第一个要質疑的事情是什么 是当初谁发这个身份证给他的 你怎么会现在来讲说 谁可以做 谁不能做这些部分 所以你看 他打这张牌 就是为了未来的抗中保台 去做一个铺陈 再来 针对柯文哲的部分也是一样 当他看到就是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们最害怕的 合在一起的这个状况 已经进入最后的深水区域的时候 他忍不住他现在要出来 因为他知道再下去有可能 哪怕他有一丝机会有可能合作 我都要打破他 所以他现在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也知道 柯文哲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拉你 而且我要摆明的挑拨 挑拨大家 就告诉你说 我现在的主要对手是柯文哲 但是最妙的事情是什么 你在宪政体制里面 最大的在野党 第一手是谁 是国民党 所以他很清楚的就是要让你 让你的最后的气宝 变成所谓的一个麻花卷的 让你们两个卷在一起 我才能够得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賴清德在这场选战里面 他所有的招式都是为了当选 可是你看他为什么要出这么多招 因为很明显一件事 他再怎么样他都过不了45 他再怎么样都只能接近40 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所遇到的状况 所以他们在打选战的时候 会这么的小心 你看副手到现在不公布 然后开始一直往中间走 然后甚至连告诉大家 就说我在台南斯特府 请你告诉我 你在台南斯特府 你到底用了哪一个部分 党派的人好不好 你用人为财的部分 请你告诉我 说为什么你登革日也做不好 然后这个店 巴巴巴水 这些巴巴的这个店 这些事情 巴巴会馆的这些事情 这些人都有相关 你以前用过的人 其实讲 说老实话 你要说你自己用过的人 用人为财 这件事情还真的 没什么说服力 然后你都愿意去讲 去四方向的一个橄榄枝 因为确实姚立民也是 所谓的白绿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赖清德 现在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很简单 团结可团结的所谓的力量 就是所谓的非在野联盟的力量 集中起来 然后让在野联盟 变成麻花卷 那这样他就有机会 获得一个少数当选的 这样的一个总统 那这个就是他的伎俩 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完全 不管是不分区的事情也好 姚立民的事情也好 这完全都是一石二鳥之计 明则是对克文哲实际上 其实就在打在野联盟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田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金属 OK 菜